大家好,我是子莉 今天向大家推荐一种非常值得种的小西红柿 Estrana Tomato 这是我和朋友们尝试比较下来 结果,密度最高的西红柿 大家知道,种菜除了水肥,拼的就是空间 产量高,对小菜园来说非常重要 这种西红柿特别甜,没有酸味 如果你喜欢像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 一定要试着种一颗 喜欢小西红柿的,大都知道Sweet 100,甜100 这是口碑很好的小西红柿 也是杂交新品种的比拼对象 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小西红柿有Sun Gold 金太阳和Sun Sugar,甜太阳 今年我种了十几种西红柿 大多是早些时候通过视频推荐给大家的优良品种 Amish Paste很好吃 很好吃 Grinding White Pink 还尝试了网友推荐的小黄Esterana Tomato 它结果的时候,一堆有好几串在一起的 踩下来放嘴里一尝,又有惊喜 比金太阳,甜太阳更甜,更不容易开裂 个头也稍微大一点 今年3月中我遇了Esterana Tomato的苗 5月底分享给朋友们一些用测枝千叉的小苗 到了8月份,朋友的千叉苗也结了一串串的果实 非常喜庆 都说今年继续种 有网友把它和蜂窝西红柿Honeycomb做了对比 发现Esterana接的西红柿数量更多 果实也稍大些 Honeycomb可能甜度更高一些 选对品种太重要了 它能让你赢在起跑线上带给你丰收的喜悦 有吃不完的美味的西红柿 如果你有其他好品种推荐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将继续尝试和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